叫你 叫你 各位學員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好 很高興 二十五次了 這七十年裡面 我們每兩禮拜都有一次 在座的各位 可能有時候還沒來以前 一定會覺得說 第一真怕 到底堅持不堅持 會讓人抓去嗎 要讓人家故意報告 如果要放涼 一年前那裡就讓人抓了 沒有放涼 我們所有的人都存在 這能證明說什麼 我們這個人是正抗 但是你會覺得說 報到怎麼都沒有 很簡單 台灣民進府這個組織 是要將中華民國給他掛出去的 他才要幫你報 所有的媒體 對一個媒體 不是中華民國體制的媒體 你告訴我 三立 民視 全部一樣 三立的電視大家很愛看 鄭鴻宇 鄭鴻宇 很愛看 鄭鴻宇 所知識的是什麼 是中華民國 問題來了 各位 你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嗎 可能有一些人會跟我講 對啊 我拿的身份證上面寫中華民國啊 我使用的鈔票上面也寫中華民國啊 可是奇怪耶 你在這裡上課講說 我們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那我們是什麼 我們到底是什麼名 台灣這個土地到底是誰的 台灣這塊土地是誰的 台灣這塊土地是誰的 每一次我上課的時候 我大行都要先問 所有的學員一個問題 但是我要問這個問題之前 我要拜託各位啊 把眼睛閉起來 不要看別人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再講一遍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你認為這句話是對的 請你舉手 請手放下來 眼睛打開 我現在不講對不對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國賓飯店 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的 再講一遍 國賓飯店 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的 這句話對的請你舉手 沒有人舉手 你們很聰明耶 但是我講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很多人舉手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嗎 如果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那麼大清帝國在1895年4月17號的馬關條約 就不可以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天皇 這有道理嗎 不是你的東西 你怎麼可以把它割讓給別人 這題問題又來了 馬關條約 很多人都念過這個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裡面寫的條文是什麼 剛開始的時候馬關條約就講 大清的大皇帝 跟大日本帝國的大皇帝 同意簽訂這個條約 什麼條約 馬關條約 1895年4月17號簽的 然後1895年的5月8號生效 1895年的6月2號辦理交割 房屋買賣土地買賣 當然要辦理交割 所以那這一塊土地是誰的 台灣跟澎湖這一塊土地是誰的 講日本的話是零分 日本天皇一百分 你想想看 我有一部車子我賣給你 那這一部車的所有全人變成是誰的 你的嘛 這個沒有問題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因為條約上面所寫的 是大清大皇帝 你看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為簽訂合約第二款 這是皇帝對皇帝 不是政府對政府 日本這個國家 和一般的國家不一樣 日本這個國家 是二元 二元制 就是有皇帝 然後有首相 皇帝擁有這一塊土地 然後把這一塊土地的管理權 交給首相去管理 我們過去所念的歷史 被中國人全盤改變全盤欺騙 他說日本竊佔台灣 這是條約 然後他會講 蔣介石說 1941年12月9號對日本宣戰 廢除不平等條約 好偉大 我小時候一直覺得說 蔣介石好偉大 能夠廢除不平等條約 各位 所有的條約都是不平等的 哪一個條約是平等的 打敗仗 那當然輸的國家 要去簽條約 簽條約的時候一定是怎麼樣 不平等 怕贏的人拿錢 當然不平等 所以不平等條約可以隨便的取消嗎 No 全世界沒有不平等條約取消的 因為所有的條約都是不平等的 不然你不要簽啊 有人拿錢 押著大清帝國的光緒皇帝說 你要簽那個馬關條約 沒有耶 所有 那你如果不簽怎麼辦 滅國嘛 國家就滅國嘛 所以 在馬關條約裡面 已經將台灣跟澎湖 完全割讓給日本天皇 各位按一下 那 日本天皇得到了 台灣跟澎湖以後 他是怎麼處理 這裡又牽涉到國際法裡面說的 只有殖民地 才能夠被割讓 是他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被割讓 這是國際法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什麼時候開始規定的 1830年1840年的時候 拿破崙時代的以後 才有這個規定 那拿破崙時代的以前是怎麼樣 誰打贏 誰就併吞那個土地 如果我建贏我就併吞 併吞以後 就變成我這個國家的土地 後來全世界 所有的國家 覺得這樣不行喔 如果真的可以併吞土地 我告訴你 到今天喔 美國是全世界 所有的國家的土地 因為有國際法 有這個規定以後 佔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現在不能移轉租款 這是國際法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 今天各位在這裡 在想這個規定 最重要的觀念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不管什麼狀況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只有殖民地才可以割讓 二次世界大戰以前 全世界這50幾個國家而已 但是有很多國家都是殖民地 英國很多殖民地 西班牙有很多殖民地 美國跟西班牙在1898年 發生美西戰爭 打了仗以後 西班牙輸了 西班牙就割讓 四個殖民地給美國 波多黎克 關島 古巴 跟菲律賓 把這四個地方割讓給美國 有 教導你來說 這些土地什麼都變成美國 是啊 但是 在1898年 那個時候是在 拿破崙的一後 所以 佔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在說他這個土地人 自己說他自己要建國 古巴 三年而已 1899年 巴黎合約簽了以後 到1902年 古巴就已經獨立建國 古巴獨立建國以後 因為獨立的太快 卡司徒掌握到機會 政變 他想講這個古巴這個國家 變成一個共產國家 菲律賓也是一樣 菲律賓後來 在1942年的時候 其實在他獨立的時候 在1946年獨立 1936年的時候 菲律賓很聰明 菲律賓人自己組織菲律賓民政府 這個菲律賓民政府 開始武裝跟美軍對抗 因為菲律賓很大 一千多個島嶼 趴著走趴著走 美國人沒辦法處理 後來美國就講 來來來來 你這個菲律賓民政府的領袖 來來來我們坐下來談判一下 後來美國的參與也同意 我在管十年 我讓你們獨立了 菲律賓民政府開始同意 可是到第八年的時候 1942年 日本太平洋戰爭 大東亞戰爭開始爆發 日本佔領菲律賓 日本佔領菲律賓 有按照國際法來做 可是1944年 麥克阿瑟反攻 又把菲律賓收回去 1946年7月4號 剛好就是十年 美國讓菲律賓 美國讓菲律賓 而且幫忙菲律賓 宣布建國 成立了菲律賓共和國 反過來來看台灣 台灣清朝把台灣割給日本的時候 我今天是因為我們有很多原住民同胞 聽不懂台語 所以我就要參加 參加 參加 參加在裡面說 讓我們的原住民同胞 才能夠來瞭解 現在我告訴你 大清帝國將台灣這塊土地 割讓給日本的天皇 可是日本天皇 他是按照國際法 但是他有宣布 這塊土地交接以後 在19 1895年6月2號 日本政府開始在這塊土地 實行日本的政治統治的時候 兩年的時間給台灣人思考期 什麼叫思考期 就是說 你 因為這塊土地 已經變成日本天皇的土地 我 有想要做日本的國民 留在這裡 如果沒想要做的 沒關係 你可以土地買賣 家賣賣 搬回中國 當時 台灣這塊土地 三百萬人 有一千三百幾的人 說 我沒有 我沒有做日本人 我要土地買賣 搬回中國 但是各位 不至半年 一千三百幾的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 中國沒辦法生活 又回到台灣 來當日本的國民 他記得我不是說公民 國民 因為你是殖民地 所以日本開始通地這個土地的時候 有很多的台灣人 開始怎麼樣 因為那是殖民地 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有很多台灣的 精英 他說 你日本 為什麼對日本人比較好 對我台灣人不好 日本 他怎麼說 他說 等到有一天 就像我們日本人 對日本天皇 已經效忠了兩三千年以後 我們也願意 你們來對日本效忠 我們也願意給你公民 當然 他這樣說的時候 後來他的時事是不一樣的 1937年 日本覺得說 有一個 他開始說 他說 台灣這個土地跟澎湖 要做日本的內地延伸 內地延伸 這句話 是日本的那時候收上說的 就是說 日本的本土 要延長到台灣這塊土地 所以在1937年的時候 開始實施防民化 防民化 什麼叫防民化 就是跟台灣人說 你要開始改一本名 要說一本話 因為本來是殖民地嘛 沒有錯 日本政府剛才開始一種土地變成殖民地 但是1937年開始變成殖民 黃民化 到1945年4月1日 日本天皇公佈教書 這個教書說什麼 教書在台灣這個土地裡面實施日本的憲法 一塊土地殖民地開始實施憲法的時候 表示這塊土地所有的老百姓 跟日本本國的老百姓的地位完全一樣 也就是說 給台灣人參政權跟參戰權 各位這參戰權很厲害 在國際法在裡面 參戰就是標示效忠 我們在做兵 那時候國民黨讓我們去做兵的時候 我請問我們要效忠誰那個時候 效忠中華民國啊 只有效忠中華民國才能去做中華民國的兵 這國際法有規定啊 但是中華民國不是我們台灣人的國家啊 什麼時候台灣這個土地已經掛給中華民國 從來沒有 在1895年馬關條約已經清清楚楚 將台灣這個土地掛給日本天皇啊 怎麼可以說光復 剛才總理有給國際報告了 國公又回來 現在1945年8月15號日本戰敗 日本戰敗以後了 全國導航無條件投降 我要請各位 那時候什麼人來轟炸台灣 各位 說到這個事情 我面前要學一班 因為 我每週十二的祝福生 祝福生什麼祝福生你知道嗎 就是在公佈祝福生 日本人 男朋友都有 我問這幾個 二四世界之間 誰轟炸台灣 七個 日本啊 你是怎麼笑 我問為什麼 八年抗戰啊 八年抗戰 這是我們做北部的問題 還是做阿公阿嬤的問題 你怎麼不跟你的孫子說 還是你的兒子說 當時在招逼日告 是米軍把我們訪詐呢 米軍把你訪詐 米軍把你訪詐 啊米軍把你訪詐 啊奇怪呢 啊怎麼占領的人 是中華民國來占領 怎麼現主席看到 看到中華民國的人 這是國際法裡面的問題 對 如果要說到比較深 讓中華民國來占領 如果照美國的機密檔案是這樣說 他檔案說什麼 他說那個時候美國在拖路 到底台灣這個土地 是不是由米軍直接來占領 還是要讓中華民國來占領 他們拖路結果了 他們說 日本不是人 為什麼說日本不是人 日本我覺得神風特攻隊 你們知道嗎 根本像世名沒有當作世名 所以他們說 日本人都不是人 台灣的高砂族更不是人 高砂族是很明顯的 你們有沒有去看那個 那個叫什麼 什麼 帥德克巴萊那齊 那齊 你有沒有去看 夭壽在抬頭 那齊 高砂族過去在世界上是有名的 強悍 飆悍 不怕死 日本人就怕高砂族 日本當時 1895年 拿到台灣衣 回來去抬頭 高砂族對抗 高砂族也是一樣 所以你看 塞德克巴萊那齊 那齊 日本的軍官 他說 我沒有想到 我們日本的精神 在台灣看到 那個高砂族 不是只有日本人 不怕死 說起來很見笑 高砂族 我們的山地 原住民同胞 替我們台灣人 爭取到面子 高砂族 這個拍手高砂 原住民說他不開手是對的 可是原住民現在已經 被國民黨 快要消滅了 121萬的原住民 戰後 到今天剩下多少 51萬 再過 我看剩10萬 所以台灣民政府 如果漲到政權 我們鼓勵原住民 多生原住民的小孩 每生一個送他100萬 從幼稚幼兒園 開始到研究所 都免費 你說好不好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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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拍攝下來 你都這樣贊醒 原住民替我們台灣 真的坦白講 盡了很多的力量 所以我在上課 我每一次上課 我都特別 對我們的原住民鼓掌 對我們的原住民鼓勵 今天我們台灣民政府 要向美國爭取到台灣自治 當然我們要請我們的原住民跟我們 一起來努力 一起來工作 這樣子好不好 原住民 好 你台灣人都沒有拍手 讓原住民拍手 那一天我們在受訓的時候 那個 那個 不然第幾季 我們第十季 原住民來 每一次他跟我都睡在同一個房間 我睡307 307就是那個木板的房子 睡在前面 他怎麼跟我說 他說 我們組長要我問你 秘書長 台灣民政府會不會叫我們去打仗 我說拜託 現在打仗不要人了 你看美國現在都發明什麼 無人飛機 為什麼要打仗 沒有必要打仗的 提外話 再來說到1895年 台灣這塊土地 在1937年開始 日本實施黃明化 然後在1945年4月1號 在這一塊土地上面 實施憲法 給台灣人參政權跟參戰權 從此那一塊土地 台灣這塊土地 已經變成日本 神聖不可分割的國土跟黃土 大家說 奇怪耶 1945年 4月1號實施憲法 1945年8月15號已經投降了 時間太短了 這樣不算了 不算了 各位 這個很簡單 我就可以回答 你今天跟你的太太結婚登記了 明天說那個結婚不算 可以嗎 當然不可以 當然算數啊 已經變成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在1951年9月8號 簽署究竟單和平條約的時候 杜勒斯 就不敢把台灣這塊土地交給任何人了 台灣這塊土地在究竟單和平條約 沒有說給任何人 沒有給任何人的意思 不是說這塊土地要是誰 日本人的天皇 很簡單嘛 所以美國在笑我們 因為 從2006年10月24號 我們去顧美國以後 美國的國家安全會議代表 美國的國安局 美國的國防部 美國的國務院 美國的司法部 都有跟我們在聯絡 到現在為止 每一個月 還有兩次左右都在聯絡 不是只有我一個聯絡 跟我一個人聯絡不算 兩次都只有你 跟Rajio聯絡而已 不好意思 我們的主美代表也有聯絡 將來美國一直做什麼 他都不會跟你說 一直做的 到這一次 頭一次 四天前跟我講 他說什麼 你們的頭 你們台灣人的頭腦是很肉的 他說台灣人頭腦不好 那原住民還不錯 就台灣人頭腦不好 一樣 謝謝你 他怎麼說呢 大東亞戰爭 就是太平洋戰爭 是誰跟誰戰爭 是美國跟日本打仗 對不對 我希望我們最好 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沒有人跟你笑 對不對 對 這樣要說 好 日本跟美國打仗 台灣這塊土地 是誰的 講日本的靈魂 我跟你們講幾次 你們都聽了都沒有 是日本天皇的 不是日本的 國民總統跟你告訴你 日本竊戰台灣 就變成日本 跟日本 日本就講日本政府 天皇是天皇 天皇的靠 我告訴你 我的土地 你怎麼變成日本政府 我的土地 是日本天皇的 日本天皇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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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人是很奇怪 都改不改 像我上課 我告訴你 你們不要講 那個中國以外的另外 那兩個字 那兩個是什麼 你說 蛤 對 我不會說 你不用煩樂 我如果說要發一萬 你如果說 你現在想分 他要發一百 如果幹部都要發五百 哪兩個字不能講 你知道嗎 蛤 你說 說出來沒關係 講哪兩個字 要發錢 那兩個字 你說那兩個字 馬英九知道了 我們上課的時候 第一季我們就開始說了 不能說那兩個字 要說中國 馬英九選擇 他說什麼 要說那兩個字 不能說中國 針對我們 所以馬英九很清楚 我們台灣民主在幹嘛 他是靠他的媒體 所以你注意看 所有電視都是這樣 都不說中國 說另外那兩個字 那我不能說 但你大家要知道 阿伯你如果說 我一年拿著當公 說要六字 我先跟你說 上課以後就要這樣子 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像你自己說的 要發喔 1937年開始防民化 到1945年 你會跟我說奇怪 那變成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因為國際法裡面 有很多都要講什麼 慣例 以前有這個例子 有一個例子 北海道 北海道原來是日本天皇的什麼 殖民地 它是叫做艾奴族 艾奴族啊 住的一個地方 很大的土地啊 很冷 日本 後來在北海道實施防民化 讓艾奴族來講日本話 六八在那實施宪法 從北海道變成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我請問你 你今天我如果跟你說 北海道是日本的國土 你會怎麼講 沒有錯啊 對啊 你如果說到日本 它有四個大地 大地你會怎麼說 北海道 九州四國跟本州嘛 對不對 你北海道你不會說它是殖民地嘛 但是今天變成台灣的時候 已經叫殖民地變成什麼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啊 你有剩一個嗎 這個歷史你不要透過 這個歷史你根本就不知道 根本就不懂 但是實際上美國很清楚 美國的國家安全會議裡面 就正式跟我講 你台灣人土耳民啊 日本跟美國戰爭 怕你台灣的問題還沒解割 台灣問題如果要解決 美國要找誰來談判台灣的問題 台灣這塊土地問題 要找誰 找誰 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所以我跟你說 今天 台灣這位土地 真正的所有權人 日本日本天皇 雖然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打輸了 但日本打輸 不是日本天皇打輸喔 誰打輸 是日本政府打輸 所以就今天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日本政府放棄 放棄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放棄所有的權利 主張 跟名義 你說 欸 你這樣說喔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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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1947年的2月 26號 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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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大利也建輸 他也是打當輸 義大利簽了一個巴黎合約 23條 義大利放棄 all right and title to to 索馬尼亞 省一下 日本政府放棄 right title claim 義大利合約 你看 義大利 renunces all right and title to 這個索馬尼亞 義大利的territory 各位 同樣的條約 在旧金山和平條約 再回到旧金山和平條約 第二條 第二條有看嗎 right title 和claim 只有一個不一樣 這個claim是什麼東西 主張 主張是什麼意思 主張是什麼意思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台灣這塊土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那個時候已經變成日本的領土了 關鍵在這裡 讀書的秘訣就是這裡 所有的國際法有什麼人讀書 你看 這個o的後面 right的後面 all 讀書英文都知道 後面要什麼 複數要加什麼 s 為什麼s去掉 有啊 不是什麼不對 那是寫錯 沒有寫錯 很清楚 這叫人家本的集團貿易公 集團貿易公 我日本只是放棄台灣的 主權權利 不是主權 不是什麼問題 主權權利 所以日本到今天還是擁有什麼 主權義務 台灣這塊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因為實施憲法 所以變成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 皇土 皇帝土地 跟國土 如果這點如果通 這個 所有的庫 我告訴你 你今天最大的庫 這邊最大的庫 只聽我說這些 你就比那些報仇庫更多 誰都沒有辦法跟你拚 三天五天 這樣拚在四倍 沒有辦法 就要想像我這樣 幫你教你才有辦法 你不用把他泡泡嗎 要念佛書 不要念史書 但是我剛才拚這條的 我拚到麥酒要拚湯 這都外門 不是這樣而已 還拚很多 還繼續 他現在知道 台灣這塊土地是日本天皇的黃土 也是日本政府的國土 也是日本政府的國土 差不多 上五位 日本的外務省派人的來 來民政府訪問 我拿這個給你看 外務省的意思是外交部 國務院一樣 我這份有效嗎 這個教書有沒有效 有沒有用 一看有沒有 有效 為什麼 日本天皇的印章在上面 日本天皇還在啊 當然有效 不是只有這個而已 還有一個法律 三十四號 到法律一百九十三號 法律三十四號 到法律一百九十三號 你在說什麼 台灣 台灣 可以 可以 派三名參議員 五名眾議員 去日本國會 去日本國會 我們那有效嗎 你看看 有效 還沒有撤銷 三十四條跟一百九十三條 哇 法律第三十四號 你看 我有完文 在我的車裡面應該有 跟日本天皇一本有 各位 你沒有很震驚的樣子 有效的意思是什麼 台灣民政府 要跟日本說 我要派三名參議員 跟五名的眾議員 去參加日本國會 拍手吧 但是你沒有機會 你沒有提議 你聽到阿聽哩 原住民很會 都會講日文 你們機會來了 不會就不能去 很會講要有機會 各位 不要客氣 人家講你會講 你說謝謝喔 好機會送給你 你還不要 哪有這麼高的 哪有年輕人 哪有年輕人 好啦 各位 民政府不可以開玩笑 今天 我們民政府 是按照法理在禁 所以任何一個人 包括美國的政府 都不敢 對我們怎麼樣 這期喔 25期啊 我給各位說 是一個非常 非常特別的一個起訴 因為四天前 美國的 國防部 和國家安全會議 正是跟我說 他正式告訴我 他說 Brother 你們不要再告了啦 因為他知道我們要告他嘛 這次我要告誰 我要告國王部 我要告美國總統 你三軍統帥 告他什麼 汪你國王部啊 大小眼 當時 當時 美國 軍政府去佔領琉球的時候 琉球人拿的護照是誰發的 是 美國琉球民政府發的護照呢 今天我們台灣民政府是什麼 是美國 台灣民政府呢 美國 琉球民政府 可以發護照給所有的琉球的人 拿著護照去 就這一本啊 你有沒有看到 琉球列島 美國 民政府 有看到沒有 你 大小眼 我台灣人是怎樣 我台灣人是比較愛的喔 你美國已經承認說 我台灣這塊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你為什麼不同待遇 我為什麼去拿中華民國的護照 我講一個 我差不多三個禮拜前我去AIT 我去辦一個公證 公證的時候 他跟我說 這個 Roger CS Lin 你的護照給我看來證明是你啊 我說我沒有護照 很驚訝耶 你到底為什麼 我說我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我是台灣人 我沒有護照 我沒有 我已經20年沒有申請護照 他在看我的名字 他抽出來 因為他認識我耶 我說啊 你有什麼 我就把我們的 台灣民政府發的那張護照 身份證啊 我拿出來 我說我只有這個 有人 我還沒中華民國護照 我就不拿 我說我只有這個 然後他就把我拿了 然後後面的兩個主管都來 對我都笑 那很趣 美國的那個笑 AIT裡面的人 那些民都撲克連 那拜國對我笑到這樣 我們知道你啦 可以啦 我們接受他 拍拍手吧 那個身份證有好 真的有好 真的有好 我們說就回來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 正式跟我們說 他說你不要再勾了 因為勾了都要兩三年 我花很多 我應該說 我們沒有錢再花了 律師費那麼貴 一個小時五百塊 我已經 前一遍那個 2006年 那個 六十萬美金 那哪有那麼多美金 我就跟他報應幾個禮拜 我說 這些幹部 大家落地都錢 人家都破掉了 我們沒有錢了啦 你說這樣這樣這樣 你不要再告了啦 主動叫我們不要告 那我說不要告怎麼辦 你們來申請啦 我申請我要怎麼寫 你的論述都有啊 喔好好好 所以 我這個禮拜天 明天禮拜天 後天禮拜天 我在這裡 我正式簽署那一封信 所以你也讓值得紀念 二十五屆 七張牌拿去 拿去美國的 國防部的時候 我還說 這個我要寄給誰 你寄給USMG啊 你不是常常 不是在講美國軍事政府嗎 我說美國軍事 我以前都是寄到國防部啊 我沒有USMG的地址呢 他說 他說我給你 喔 夭壽喔 五六年到現在才知道他的祖籍啦 那好像不是說 在祝一個女孩 不知道他們的祖籍啦 啊 夭壽 寄到他們的祖籍 你專家 那祖籍 如果外賬那你就偷偷偷 偷偷 偷意思呢 USMG的祖籍要給我們呢 喔 你要發育嗎 我沒看到啦 發育啦 我真的很發育啦 所以喔 那個夭壽家文 那個圖籍的說 我沒有看到美國軍事政府 我要跟他說 我如果拿到我 在這裡啦 但是我不要給他看啦 我如果就給他看 那圖籍的那沒有國際法的 對啦 當然不要啦 因為現在喔 台灣很多派 很多台獨派 台灣派 要來掛到我會 對 要掛到我會 有啦 但是不用擔憂啦 為什麼說不用擔憂呢 杜主 現在你成立台灣民政府 你知道嗎 伊拉克 當時美國跟他占領的時候 伊拉克有幾個 伊拉克民政府你知道嗎 二十幾個 齁 各個種族都有伊拉克民政府 美國生意對一個 美國 他生意 美國人 替伊拉克 在華盛頓DC 設在伊拉克民政府 他說 美國政府把他設那個 把他刷回去 伊拉克 他給他 給他政權 我們台灣民政府今天 在華盛頓DC 還有一個辦公室呢 我的名片 我都給你們喔 名片頂管的地址 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地址 9月8號 7月4號成立 9月8號辦一個酒會 辦酒會的時候 美國的國務院 國防部 國家安全局 CIA和司法部 五個單位 同時蒞臨 伊拉克 我沒有去啦 我沒空氣啦 因為喔 我沒有護照 如果沒有護照 我把網路也學會給我媽呢 說我去給中華民國禁止出境 所以我沒有護照 這中華民國也很可愛 中華民國在過年以前 香港一場配合 台端並沒有被限制出境 此地無銀三百兩 他要叫我出境 我不會這樣說啦 我可以跟他講啦 我不會出離啦 跟台灣民政府接著政權以前 我沒有去啦對不對 喂喂喂 您不好意思是什麼意思 各位啦 你們都可以去 只要我不會去 不過喔 因為這政地的東西 本來就是這樣啦 那真正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這是價 不是收拾的 我告訴你 這些在座這些 農業抓了 抓去清潭 清潭幾遍了啦 有一次 有一次 你如果注意看 差不多年多前 我替阿扁 告美國的軍事政府有沒有 你會記得嗎 有啊 發言喔 那是署高險署啦 因為國民黨有一個 立法委員 替阿扁去跟他 檢查阿扁說他叛亂罪 叛亂罪 那一定要辦啊 那就叫我去 那也叫阿扁 叫我去 他給我問 他給我問 他怎麼問呢 很趣的 那時候喔 我中華民國的這個法官 實在是都 吃那個東西好啦 對 我就不能 那時候我就說不出來 他給我說 我前一句話我給你問什麼呢 你這個要學呢 你要知道嗎 要嗎 知道拍手我才跟你說 他給我問說 我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今天是被告還是證人 他說 看法官看 兩個都是 我說中華民國的法律是規定 如果我是證人我不可以說謊 如果我是被告我可以說謊 你聽到嗎 你叫我說謊還是叫我賣說謊 他才笑出來 他就笑出來 後來這個事情 不了了之 怎麼不了了之 我看他手中在翻那本六法全書 在翻 我告訴你不要翻 101條 我給你看好了 啊 要告訴你 我 阿扁的那個控告 原文是我寫的 啊 我為什麼寫這個東西呢 我給你一個參考 我送他一本兩千塊的書 就是我的第三冊 最終地位第三冊 就原來我顧美國有了 唯定翻譯到九點翻譯到九點翻譯到這三本 兩千塊 那兩千塊 那兩千塊 證明說 我們這個上課 那兩千塊 那一本我看不超過十個人買 我只要講這本 九乎他 我挑戰九乎他 他還給我炒肥而已 他說 我交給我們的調查局來翻譯 我說報告檢察官 你翻譯兩年你就翻譯不出來 我笑他翻譯不出來 那都錢錢我的東西 因為我都翻譯 不要騙我 真的不要騙我 過年不錯 那幾年 再來這幾個 實在是不能說 不過我 因為那個記者說的 他記者跟我說 國檢察官員怎麼跟他說 我巴不得沒有這個案子 他記者說 我們是記者 對 這很簡單 老早就不知道他沒有我的法度 但是我這個董事 我們這個董事 背我去翻譯 大家都看過面 煩惱說 我去給他收阿 大家都走走 走去 看我從後面 那個後面門把他收阿去 晚上這樣說完 說不十分鐘就結束了 你不要發出來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坐下來 發情發情 哪個椅子給他坐 我幹嘛 我們聊聊天 你現在外面都是記者 你現在出去 時間太短了 我在那幾個文件 跟他開槓 看有趣 所以我跟你說 其實他們那些法官 老早都心來有所 早晚 這個早晚 我要聽我跟他講 一年裡面 我們一定要建造政權 美國的國防保 美國國安法會 正式跟我們說 他申請 他就要發給我們 付照 付照拿到那一天 我可以跟你說 當然付照拿到那一天 中華民國還不去 付照拿到那一天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跟美國說 我們要無縫接軌 他的政權要交給美國 美國政府要交給我們 我們和中華民國之間 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和中華民國會不會衝突 不會衝突 我們是直接向美國的軍事政府 接這個政權 你會問說 要接政權 第一個要接什麼 第一個要接什麼 他已經知道 海關 我研究 美國 美國跟墨西哥戰爭 第一個美國人接什麼 海關 美國跟琉球 第一個要接什麼 海關 為什麼要接海關 為什麼要接海關 不是出國 你也拜託 錢 接海關有什麼好處 對 所謂會不會衝突 所謂會不會衝突 要向台灣民政府交錢 這你賣嗎 這都賣嗎 我們民政府說 發不錢 後面錢很多 我跟你說 你聽好嗎 不管你什麼人 你如果要經過海關 要出口 要做什麼 抱歉 此日送我開 當然 我如果說這個比較過分 不過 我們要照公道 老拜 不能走 走 走 怎麼 變性 我沒有要跟你講 我們民政府 我有跟總理說過 老拜 我們沒有監獄 我們只能變性而已 每一個個打五個 我說那五個不是青菜五個 皮邊打下去 我幫你保病 保證說兩片的屁股會變成四片 我幫你保證 那人在 新加坡跟那個 那個 阿拉伯 他們打是怎樣 可愛流亂 那個 相片 是我們有 打起來 你如果看好 很恐怖 我看得會出這樣 打五個 以後 不能再打 這樣就好了 去以後再再來 一國五個 一國五個 我跟你說 打兩次 所有人跟你說 我老拜 我不敢再犯罪了 你看看 這變性 你看 那屁股都 那真的 你看 那倒邊 你看不 你 你再犯罪 你看看 你再去強姦女孩子 看看 我沒有自己 我自己打就好 我用打的 你犯罪 打 變性 我怎麼就說 你犯罪 我幫你關 我就又幫你試飯 我去房子 給你住 又叫人幫你照 我沒有的 你有贊成嗎 有 拍手 我拜託說 侵犯人權是你們 不是我 日本沒有那麼厲害 日本那個是小小的 這個才是厲害 我告訴你 這個很厲害 所以我們怎麼就去監獄 後來的建議都叫做 五星級賓館 給大家去住 所以 因為我們有說過 十八歲以上的十五十五 由政府免費 給你一宗房子 你不能說 我們民進府黑白公 你拍手拍得太早 你要跟我們問 那自衛就來 我不能開空頭支票 那自衛就來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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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中華民國 現在是怎麼台灣 他用的軍港 他用的幾基地 有九錢給我們嗎 他說要愛國啊 交什麼錢 不好意思 這個 美國 在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 夏威夷 夏威夷是美國的土地對不對 他用軍港對不對 他要交錢 夏威夷政府嗎 愛耶 夏威夷的收入 百分之五十 是交什麼 不是官公耶 是交 祝福美國的軍隊的儲水耶 對啊 就是那個錢啊 台灣不用駐軍耶 台灣人是美國佔領 佔領 不移轉主權 佔領 也不用當兵 因為你不知道你要效忠誰啊 中華民國叫台灣人當兵是不對的 是犯了戰爭法耶 很嚴重耶 我們已經向美國抗議多次 終於啊 兩年前啊 馬英九宣布啊 從2014年以後 所有的台灣人不用服兵役 是我們的功勞耶 中國一千多顆的飛彈 對著台灣 竟然不用服兵役 你們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馬英九是不是打到派去 不是耶 是爛 搞了耶 中華民國軍隊的國徽 已經塗掉了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今年的10月 古年10月10號 在那中統府之前不是有閱兵嗎 所有的部隊 那個標誌都沒有了耶 中華民國那個標誌都開了耶 都再見了耶 我們屏東有一個制航基地 台東啦 因為我這台在那一年前就說了 有人就跟我說 我們看到那個飛機都有耶 有人說你不要緊張啦 也有一個時間 6月30號以前啦 講了這個話 一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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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說 報告秘書長 真的塗掉了耶 塗掉了 已經沒了 他知道什麼意思 我們台灣民政府沒有部隊 你中華民國有部隊 不合理耶 我們兩個是平起平坐耶 所以 美國的護照如果開始讓我們發下去 我告訴你 我們的門口開始擺對啦 當然剛才開始賣很多人 但是如果發下去 拿這本護照 去全世界都不用簽證 你要中華民國那本來買我們這本 比較強的也要台灣民政府這本 因為這本 如果在外國的時候 服務的單位是什麼 美國領事館 美國必須把你當作是美國人耶 你說奇怪耶 你剛才不是說日本人 怎麼又變成美國人 我們是美國人也是日本人 因為今天這個土地 又是日本天皇的 所以叫做日俗啦 但是美國佔領叫做美國佔領美戰 日俗美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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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就是2010年9月找白 我們去華盛頓DC辦集會的時候 美國的國安單位給我們這兩張 都沒有跟你說話 你拿回去給秘書長看就知道了 那我相信這兩張都看得見 這張是真漂亮啦 太多捕了 我再去看 研究說 啊那是啦 馬關條約 就今天和平條約都在頭前看 就今天和平條約就確實 不說台灣這塊土地要給什麼人啊 馬關條約就說這塊土地已經交給日本天皇 所以 古年的12月20号 我们150个人 请庆祝 去日本建国神社 向3万9千100名的台湾军 祭拜 12月23日 日本天皇的生日 特別安排我们去日本的奉公 日本的奉公那时候2万几个人 有一个人是排了一天一夜 大班大班去 再安排我们生日日 日月的季到楼外给我们董 让日本人在日向前走 刚才开始大家觉得 我们先来我们在后面 不是啦 挑坑拜 拜让我们在日本天皇的前景 30公里的地方 不知道啦 还有一点很重要 日本 香港 第一次 幽数以来第一次 出现日本的国旗 跟台湾民政府的国旗 拍得好 这是历史记录啦 会好看的 看得出来 如果没好看 日本人也没好看 日本人也要说奇怪 日本天皇 怎么 Folding 这只鸡 我就想见台湾看得有 把这只鸡 日本天皇表 PA投入 带着 都在看我们的鸡子 奇怪 怎么从来没这鸡出来 这原来鸡是日本天龙的 日本天龙的生意是23号 但是18号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拜托 台湾过期的众独的众独的众独 叫做明珠 明珠 他的孫子 他的孫子 拿着日本天龙的那本採 拿去香港 那个人是跟日本天龙 由幽地形开始到大学 隆重是同学 所以去日本香港 就像去驾驼一样 拿去日本天龙看 跟日本天龙说 其实日本天龙看了他就知道 那里面我们都用日本写 不用拿 因为都日本 所以我没有本 但是你去网站 官网 民政府官网里面 有中文的翻译 你自己去看看 我跟你说 日本天龙看了 我给你保证他就知道 我来台湾这个土地是我阿公的 我日本天龙要保护 这里面 在法理上有很差别的事情 马卡莎 在第二次世界上 以后 把日本天龙的 现法改变 变成说 日本天龙 跟日本政府的管理 拆当 日本国体 国家的体制 是天皇制度 但是它的政治上的体制 是首相的体制 我请问 台湾的 日本宪法 你有怕到吗 是中华民国的宪法 这土地就不是中华民国的 所以中华民国的宪法在台湾 没有效啊 没有用啊 台湾人说 有很多台湾的大佬说 我们要制定宪法 台湾的宪法 台湾的基本法 我说不用 已经有了 这个宪法是什么 就是日本的宪法 旧的那一本 新的没在台湾十四 旧的那一本 所以 台湾做的是什么 因为台湾这个土地 还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 我们要修宪 还要美国同意哦 你看看香港 我用香港做例子 香港东西 成立的时候 香港跟中国的关系 跟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很类似 香港的基本法 当时制定的时候是 中国派了三十几位 香港派了二十几位 然后制定了香港基本法 台湾如果有一天很快的时间里面 台湾可以跟香港同样 二十几个专家 跟日本政府派三十几个专家 来制定台湾基本法 我今天跟你说 你不一定听 但是我跟你说 你听听听 你放在台湾里面 是不是照我说的这条路去走 过去 我最后我说的 没有一件事情 没有照我所说的 你进行 但是刚刚开始你说的时候 很多人说 你碰到的那些 你早七了 但是事后都可以证明说 我讲的是百分之百完全正确 你不用拍手 听到都讲他 所以台湾的宪法 台湾的基本法 在不久的将来 在我们总理 在我们的参议院的院长带领之下 我们会实施 我们会起出来 但是现在台湾是因为 日本天皇的宪法在台湾 还因为美国在占领中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一个 基本法的那个境界 但是美国跟我们说 你们要去想办法 你台湾民政府这些干部 也要告诉美国说 你们要怎么走 所以台湾 叫国际法来说 台湾既然是日本天皇的一块土地 台湾这块土地 有没有独立的可能 没有 所以美国跟你说 台独代表战争 这战争是什么意思 是中国要跟你打吗 No 是占领才要跟你打 占领者在打你 你要服从他的占领 所以演变到后来 我就跟你跟你说 台湾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就是台湾人 就是自己是中国人 这是问题的地方 其实台湾人绝对不是中国人 你如果说你是中国人 你会死路一条 绝对死路一条 你不能听国民党的媒体说 要族群融合 族群和谐 什么人跟你在族群 你中国 你说更坏了 你中国是什么人 我们为什么要跟他族群融合 你要离开啊 你是贬的 我台湾人比较多 你中国人比较少 但是他贏了 所以我给各位说 每一次的选计 绝对是中国国民党贏 这是什么 好赶在一定贏 我跟你说 如果真的叫民进党贏 我投去 民进党我今天跟你说 民进党是什么 为什么是中华民国 党章第一条说什么 我们 我们是中华民国 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美国去到哪里 美国说我现在 你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这边刷英文 输80万票 为什么 美国老早就知道了 基尼12 这个两个月前 12月31号 台湾民政府在这里 就在这里 外面的广场 办了一个忘年会 忘年会的时候 我正式宣布 我说 国民党贏 贏80万票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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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刚刚好输80万票 他还厉害 所以那天 1月14号 日本人也说我厉害 我们这里 旺年会 请外的 也说我厉害 神算 秘珠厂神算 我神算 我就不要用那去拨拨 拨拨 屏東有人 用我们80万去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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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叫他乐捐 他在桌上去找他 就像桌上有五千万 警察问 你怎么知道80万 有啊 我在网路上有听到人家讲 听谁听我讲的 那屏我会说的 不是我 是CIA跟我说 CIA不是这样说而已 你的这八年以前 阿扁 那两个床子有 那个以前 CIA怎么说的 像陈水扁 这一次啊 会赢3万票 喂 2300万人 那里面千多万人 有投票款 他说赢3万票 开出来啊 2万6千票 真的 驾死人的准 我给他故意说 其实CIA在我们全台湾 有几个人 2千人 2千人 2千人左右 阿美军在台湾有多少人 2千人 邀教文说 他都没看到美国军事政府 你们可以说 台东的长滨 台中的青泉港 新特的乐山 花园的佳山 台南的那个军港 新特 都是美军啦 只不过是他们没穿这方而已 但是你只看他的头 你就知道他是美军 当然他不是跟我们同样说 防皮肤 他留那个 那个什么 什么小平头 那个 那个 马桶头 一条而已 没有 那也很奇怪 那就是海军力建队 AIT的新的地方 他说内湖 2万平 你怎么做了 做多久 99年 又在99年 奇怪 那都没长久 如果我们真的是国家 都不会断交 为什么 各位 美国在三个地方 有99年 又在99年 左右 第一 古巴的关踏纳莫湾 第二 琉球的 那个普天间基地 第三 莱鸥 台湾的莱鸥 99年 你看看这三个地方 都99年 又在99年 你不会觉得奇怪 还是都什么样的情形 很简单 你看到 都是建筑以后 占领 美国这个 我说他要阿倍加 人家说占领 不能移转租款 对不对 占领不得移转租权 所以99年加99年 我会还给你 这是美国的宪法规定 不能超过 对 香港没有 香港是割让 我但是 对 香港是99年 没有错 所以 各位 所以台湾人 我可以看到 国家的头部 越来越开了 你台湾在开了 你们脑袋开去开花 逐渐的懂了 2万坪 2万坪 那个地下三楼是 战车可以走的 那是变成亚洲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心 海军陆弹队没有 海军陆弹队没有 800名 你说奇怪 秘书长你怎么都知道 不好意思 我是国安 美国要求我做国安参谋联席会议的执行长 我说你如果没跟我说我怎么知道 但是他也有跟我说 他说你要负责 叫我负责是什么 台湾将来不能走上共产国家 他就在烦恼民进党 民进党说什么 未来一中 蔡英文最近讲的 中国是什么 共产国家 那是什么变成共产国家 我问你 所以很多人很愚蠢 过去民进党要钱 我都给他钱 我也是同样的 我认识高兴的时候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时候 我常常在参加 看他东华在英港 我都羡慕 我这么很感动 近年落到的钱 你最初是什么给他 拉着他也很给他 饮他 随便看他 我公公去这些钱也没有给他 我跟他联系 振他回去 我认识住在佛庚街 凶1709 这么高 现在感觉很强 带着去 明镜总跟你说什么 我们不够团结啦 看到贵 228手抗手的时候 几百万人出来 你会记得吗 我妈妈八十几岁 叫我带他出来 也要跟人手抗手 你说台湾人不够团结 不够合作啦 所以 如果说到那些 到今天为止 现在所谓的台湾的假的 说要建国那些都假的啦 你如果台湾说要建国那些都假的 因为法律很清楚嘛 台湾哪有可能给你建国 绝对不可怜啦 人的土地要建国 至少日本宪法出现一个分离条款 日本宪法没有分离条款 哪没有分离条款 你就不可能建国啦 最多是什么 自治啊 主地啦 这其实在1950年 要签罗以前联络国 六点的割期 其中的一点秘密档案就有说了 后来要让台湾人自治 你想想什么 你如果自治的时候 你不用买军火 你不用当兵 你跟美国做生意 不用税金 你要建国吗 你不要 再来 你不要 我刚刚想要建国的请职所 如果这里没有百分之九十举手 我随着你 但是我现在跟你问 你要不要建国 絕對没有人要举手 国家家的也不想建国 哪对 美国人要替台湾人站为兵 拍拍手真好啊 不是啦 我是说 对不对 你不用做兵 女儿的欢喜 你现在就问 欸 我做兵要找上头 不要紧张 找美国头 你没台没地 叫我去做两年兵 三年 那是国家退 三年就没有那种法庭说给你做 不过也还说 你如果那天没去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我们自己台湾人的管理 要自己来把握 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你在社会 玩得很艰苦 你看 乞串都是台湾人 如果现在这个社会 能够探紧好看的都是你那些西中国 我说是 家人艺人 担起青仗嘛 动不动 艺人都这样 担一千万 他有没有 有没有 你不敢说 瓜瓜 他没这样担 mont,他真好担 出来演一席给你造设 他有几百万好担 藝人通通就是中国人80% 你打电视台打开看看 如果台湾人生得比较漂亮的 他就给你打压 不要让你出来 这台湾人英文没出头梯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这追星不知道追什么外交 追中国人 如果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 他就告诉你不要挑拨族群 不要挑拨族群 你台湾人生我这么艰苦你都不知道吗 农业 现在农业 叫人修庚 你能够用一个政策 我说一个例子很简单的给你听 台湾天气的关系 一年可以收三季对不对 日本 天气冷 一年收一季 日本的农民生活很好 台湾人三季的生活 竟然是 他们还要赚钱 你看两边差多少 这是什么 政策嘛 所以有一些提案的台湾人说 什么人做都也同样 都也要去做 要去做才有钱 才有什么吃饭 我跟各位说 不是说什么人做都同样 台湾民政府这种绝对好的 不要贪污 政 跟美国合作 我说 台湾过去说四小龙 那时候 经济很好 有没有 是你真的台湾人很打拼吗 所以台湾人 经济变得很好吗 NO 我问你 那边人没打拼吗 外南人没打拼吗 印度印印尼的人没打拼吗 马来西亚没打拼吗 为什么那时候台湾人 没打拼 经济那么好 是为什么 美国开放他的治疗 给台湾人嘛 自己买东西嘛 所以台湾人变得一戏之间 所谓的四小龙是从那里来的 不是台湾人很厉害的 印度 印尼 马来西亚 也都很打拼 也很厉害的 但是东西都没人买了 所以他们的经济卖了 国民党的教育跟你说什么 说他的 中国国民党 帮忙台湾人 让台湾人好压起来 NO 不是 是美国帮忙台湾人 因为是什么 台湾这个土地 是他美国的占领地 所以他帮你帮忙 这很感觉 这经济上 国家饭湾的听这些也知道 什么发言是对 什么发言是不对 我们过去 真真正正 给国民党的教育 无到无啥啥都听不着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 中华美国的人 你知道吗 1946年1月12号 1945年8月15号 日本导航 1945年9月2号 签订投降书 1945年9月2号 麦克拉社公布一般命令第1号 派蒋介石 到台湾来接受日本的投降 1946年1月12号 1946年1月12号 中华民国 行政医宣布 由1945年 8月12号那一天开始 台湾人集体 规划为中华民国国民 国民的国籍 不是可以集体规划 全世界没有这种例子 美国 英国三次抗议 抗议书要再有啊 等一等一等 还没有 还没有对日本还没有签订和平条约啊 你就把台湾人变成中华民国的人 我们不予承认 到今天为止 美国 英国不承认 所以 2000凤朗年10月20日 我们去顾美国 美国的破决三项 第一 本土台湾人没国籍 没有国籍啊 第二 本土台湾人 没国籍成任的政府 第三 本土台湾人到今天为止要又生活在政治链域 什么叫政治链域 选举啦 用一个选举给你选 台湾人很喜欢选举的 有够爱 选举有钱好贪啊 不只是 不只是投票的人有钱 有钱好贪 和让你选举的人 他就有钱好贪 一票30块 全世界没有这个制度啦 我老百姓去债账给你 又送30块给你 有没有 这都知道 马英九也好 蔡英文也好 609万 一票30块 马英九 689万 一票30块 喂 你这傻人去投票 你如果照着你来说要怎样 我去投票 你要发行六天我坐金银银你不要把他补贴 没有呢 你就要还付他 还付他30块 全世界 所有国家包括美国说 你哪有这么傻的台湾人 去跟他们投票就还送人钱 没有这个制度啦 你现在才知道吗 你自己有说吗 有没有 你不敢说而已 不敢说 真的有敢说 所以我没有去投票 我们这些干部都没有去投 那时候我跟各位说 我们拒绝投票 夭壽 大家跟他妈 你这个国民党买去 如果国民党 你如果没有去投票 马英九就掉了 我说不好意思 马英九是对一个政党 您说看看 叫什么党 中国国民党 看就知道他那个中国人对不对 中国国民党对不对 蔡英文的民进党是什么党 是中华民国民进党 他叫做中华民国 你选中国跟选中华民国 他不一样 一模一样 您自己试好 我说的 我没有带感情 我都说世界上的 美国跟我说的就是这样 所以 你到今天 还不挑的要觉醒 要那个极其意志的贴责 要那个极其意志的中华民国贴责 你说 如果没有去投票 就中国人掉了 不好意思 不管你 你选什么 也是都中国人 两个中国 一个叫做中华民国 一个叫做 中国 有什么两样 所以不怪现在 蔡英文 谢天宁跟他说 未来一中 你听得懂吗 你民进党听得懂吗 我现在说的 这么清楚你还听不懂 对啊 当然啦 他没有骗你啊 民进党我没有骗你啊 我的党章第一条就是中华民国啊 你自己投给我的啊 是怎样 美国这一次要支持马英九 而不支持蔡英文 我跟你说 这都不是秘密 因为美国人跟我说得很清楚 去年的九月份 蔡英文去美国方面有了 民进党宣布说 民进党宣布说蔡英文是台湾人有史以来 头一次进入五角大厦的人 国防部 美国那个人跟我说 蔡英文没有去拜访国防部 而是去拜访国会的智库的办公室 两个人跟蔡英文对谈 我跟他们说啊 我跟蔡英文说 说我说的 对谈什么东西 前一句话 蔡英文跟我说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美国欢喜啦 美国好不容易 你台湾人终于觉醒了啦 但是10月10月 他在 高雄的劳工中心 他说什么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 是台湾政府 美国避免 美国真的避免 他跟我说 他是用英文骂的 他说他绝对不会选上 然后 以为80万到100万 跟那个 选去 12月31号的情人告诉我 你可以宣布 80万票 郭仁不错 各位 美国今天 对台湾所有状况 完全的掌握 所以 美国他对台湾的控制 他根本不怕你怎么 你马上去有办法把他变成 变成 变成台湾要搞定 绝对不可能 美国已经看得出来 他这边 跟我们说 你来申请赴助 你用流球作例 来申请赴助 他要发赴助 问题 国阁这个问题 不是 不是说 政策给我们就感激 问题 出现在台 4000名 美国要求要分年4000名 要接政策 我们有4000名吗 没有 没了 现在问题 发现说 我们一些受分的 东西 现在开始 要接政策 我如果叫朋友来参加 我的胃子会不会去 这好有受喔 台湾人喔 你走你回去 你的后期 你如果要替台湾民主 找你的朋友来受分吗 有吗 有吗 有 你走去看我看看 说你要找人来受 没的是什么意思 手放了啦 但是我跟他说 你不要蝴背脱 因为你如果后期 做民政会官员 台湾一定称赞 我不跟你骗 绝对称赞 所以 你不要蝴背脱 我们后期 政府官员 薪水 绝对是 显著是 我个人 要跟我蝴背 你想你已经有家给你住了 你又有五倍的薪水 你贪污做什么 你钱要放在哪 所以我先跟你说 我现在说 如果贪污绝对称赞 因为我们两种刑期而已 第一 称赞在你 变形 我说台湾后期的生活绝对很好 你不用烦恼 我也替我们这些年轻人 我有打算 我要去 欧洲 东欧那边 找一些金塔姆的 男女女来台湾 设施 18岁就叫他来 16岁就来 他能够给我们 或是 带我们的人 我告诉你 政府 不常怕 给他奖学金 送他 后来台湾 很多金塔姆的出来 女孩子男孩子都不用再逃逃 问了 中国人来看 说 都总是金塔蒙的 都说英文 他老板就不再说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又有利吗 有 拍手 但是 我们这女生都拍那么大 都很赞成 但是我们这些都老了 我们不可能 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孙子可以 一定我一定 我 如果到那时候 我已经跟我们总理拜托 这是很重要的 证件 所以 我有感觉说 我们现在民政务在想 年轻人一半 你看那个铺牌 是老人院 你不相信 你看看 都一些 老先生 我们不是 我们不一样 越来越少年我感觉说 这比赛到 我们这几月都已经 很老的 未老而已 很老的 我应该跟各位说 我们民政务所有的人 尤其这些干部 不会眷恋 说要做一四人 我们要有一个制度 5年10年 绝对要交给年轻人 我们的 我才越说越轮胖了 布 你要听不 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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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说 我们老拜 我们政府里面 要老中青 三代 二十几月可以做官员 怎么办 但是在座 如果有很年轻的 你都拿出机会 但是 现在 外面 有一个 很大的group 要来参加我们 来参加 我说可以了 拜堆 我们现在是二五级 国家是什么 二六级 拜堆 一拜不能超过一百的 一拜 最后 差不多 一百的里面 拜堆 你如果没有最后 不好意思 拜会做民政的官员 从头来 不是说 他说我们为台湾打拼 四五十年 现在拜在你外面 不好意思 你走不到房间 你走不到房间 你又跟他说 对不对 我没跟你玩笑 你就很好 我们过去 我们跳那个 独牌 还是说 台湾要独立 我们对一对 你自己说 对到罗外说 越走越传 越走越偏 未来一中 好 这个 我们就二十七号 就上星期而已 那日本人来 开会 我们日台共同联盟的开会 那日本人跟他说什么 很奇怪 我们觉得现在民进党 已经都不太一样 我说 这有什么好奇怪 他本来就不一样 是你自己不法 天啊 你没有去看他的党章第一条 阿拜你如果去骗去 给他带去中国的时候 我党章没有修改过啊 我老早就跟你说 我们叫做中华民国啊 是你们投票给我的啊 我们真的 陪了夫人又责兵 去往买去 又欠人赏钱 这是标准的台湾 这种事情 但是国家现在在这上口意了 你知道吗 不一样 我问你 台湾跟中华民国 一定要拆开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也绝对不是台湾 你如果有一天你在报纸 他跟你说 台湾又跟某某国家断交 这句话对不对 对不对 当然也不对 为什么 台湾从来没有跟人家 建立邦交 台湾已经退出联合国好几年 对不对 不对 台湾也从来没有加入联合国 被联合国驱逐的是蒋介石 所代表的那个中华民国 你如果看 不要 都说你台湾 如果好的都是他中华民国 这苦好 我说的都属心 你们自己看报纸 你报纸你我都看 我也没相信你我都看报纸 你自己报纸去看就知道 你自己看报纸 刚才那一张 我看到我的贪文很康 我知道 我刚才看到那张照片 我再揣一张 我的贪文已经没完 很老了 所以 我今天要跟各位说 我当然 我现在这边是 说一些辣辣辣辣 我名字没有贪文 但是我后来也有贪文 后来就要跟各位说 非常 实际上的台湾 民政府 后来不用走 但是你跟今天为止你来想这个贪文 你要行政要解 台湾这个土地要是日本田農的土地 日本田農在1975年4月前 宣布的宪法 在台湾 还仍然有效 只是没有办法实行而已 所以美国也跟我们说 他说 你台湾民主 这些干部你们要去讨论 要怎么走 要怎么样走出这个困境 日暑美战 要怎么走出来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台湾已经不可能建国 其实你想看看 我现在说这个 你要听清楚 台湾如果真的让你独立建国 你要做 维留的 维留的国家 但是台湾如果 附着在日本身上 我们变成什么 就是一流的国家 你台湾人 不够精彩 有人好人要移口的时候 我们台湾同时有两个男朋友 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 对吧 日本你 我像日本天狼的 如果需要 如果缺什么 跟日本天狼说 我们要什么东西 你要选择 他给你选择 你要汽车他给你汽车 当时把美国是 把美国说 你要派兵来保护我 他不需要 损失这个土地 美国说我要返回 亚洲 亚洲是返回哪里 台湾 中国如果对我们 飞弹 我们把美国塞来 你要帮我解决那些飞弹 美国开阔好洗好洗 你台湾人要缴税金 好够到够了 当然要做兵是一定的 所以 他做兵也演变很多 兵变的 我说兵变就是 本来十五十五九好好好 去做兵才没有 后面都没有了 各位 台湾 恢复到本来的历史地位 绝对只有好处 没有任何坏处 你有扣三好处 你不要去扣 台湾要建国 要建什么国 你台湾 隔壁那个中国 是又散 又没有卫生 又太多人了 你去刺他 你台湾有那么傲 你要刺中国吗 你会吗 如果要刺他就叫他过来 有日本和美国这个好处的人 你让人扣 你不要去扣 腿啊 我跟你说这个 我相信你今天听这些哭 没有经常比你一世人所听的国家好 没经常比你一世人所听的国家好 有事情 等于日本有事情 日本有事情 等于美国有事情 这么清楚啊 大家都看不见 再来 后来 后来 在这个亚洲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是火药库 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南海 南海是什么东西 就是西沙群岛跟南沙群岛 西沙群岛跟南沙群岛是谁的 台湾的高雄的啦 在1939年 三月的时候高雄已经宣告 西沙群岛跟南沙群岛改名字叫做新南群岛 这个新南群岛出现什么 旧游啦 比中东的旧游 比中亚的旧游 加三杯啦 不怪越南也好 菲律宾也好 雲来也好 大家都在唱啊 奇怪呢 为什么美国最近叫日本说你要去啊 日本是凭什么 去处理 去处理啥 我告诉你 这不是我说给你听 钓鱼台你不要听 钓鱼台啊 尖角 日本话就是尖角 尖角这个地方 是谁的 钓鱼台是谁的 中华民国的外交部 九年啊 请我去吃两遍饭啦 去外交部 他有餐厅 请我去吃饭啦 吃饭的时候我有注意了 不能把我淘汰 吃饭啦 我看他先吃我才要吃 要跟他说 林先生 我们知道你有研究 钓鱼台是谁的 我跟他说 我研究得非常清楚 但是你听话 不要听一半喔 我说钓鱼台 是台湾的 台湾是 日本的 前卫钓鱼台是谁的 你听有没有 为什么说 钓鱼台是台湾的 而且不能黑白说啊 不可以穿中国啊 什么都黑白说啊 这是谁的 是谁的 根据什么 日本政府移工1895年 的 1月份 日本政府讲的 他宣告钓鱼台是无人土地 所以 日本已经发现占领了 2月份 大清帝国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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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 我们有很多人去钓鱼台 所以钓鱼台是我 大清帝国的 你讲的都不算数 我跟日本外务省讲 我说你这笨蛋 你们这些日本人 你何必去讲什么 无人岛 你 再差几个月1895年的 4月17号 马关条约 的第2条 来在想想 台湾跟台湾周边群岛 跟澎湖 完全割让给日本天皇 什么叫周边群岛 在1895年的6月2号交割的时候 在横滨湾 在基隆的外海交割的时候 交割三天 一粒倒一粒倒下去点 里面就有钓鱼台 马关条约 我说你如果说马关条约 他们就钓了 不好说 所以日本人 他们现在要给我们请教 日本 他认为说我们台湾民政府 对所有的这些法论 亚洲这些法律 研究的比谁都清楚 西洋卫当时在说南海时 他要我们写 南海的法理 法理的理论时 是叫上下 叫我下 我写得清清楚楚 所以 日本人 他假如有助教 去处理南海 是因为 台湾的高雄 有宣布说 那是 台湾的 台湾是日本的 所以日本你如果不省省台湾 也是不行啦 所以我们坐在一起就好了 真的坐在一起 我没跟你骗啦 很多钱 台北酒 我也跟你想 台北酒 也有很多酒油 那酒油哪里 钓鱼台 整个酒油 你看看 全世界哪有这种地方 都 都都是酒油 像台湾而已 拍手一下 这个 所以我告诉你 中国在销售台湾 不是为啥 为的钱而已 钓鱼台是台湾的 台北的 宜蘭的 那个南海是高雄的 那好售喔 怎么这么好走 我都没想到 后来 我看台湾人都不用做工作 我告诉你 后来我挂楼 叫中国人来做就好了 一定有这一天 要让他们变成华楼 好吗 好吗 好 最好最多一天 到现在这一天最大一天 实际上中国人 走太久 实际上有够工夫 我没骗 但台湾人不知道 现在台湾人都不知道 好像他们很伟大 你知道吗 我们那时候 教育的文化水水是被中国 罐很多 那中国朋友来台湾的时候 饭汤 去买 水龙头 和 枪壁插下去 水就会来 自来水 这种的水水 在台湾通 在台湾 这种的老师来到台湾 我告诉你 我认识 我认识的老师 我还怀疑他们都是 在中国有设计 没有 我的营业口 我认识 第一个口 只第一个口 自己滑的营业 我认识 营业我听不懂 我这么烹饪 因为我建中 我是台湾 科长的 我应该算不错 我听到说 那人说那些营业 我怕他们 但是我 那只第一个口 再过都没啥说 还发音不太差 那台湾是英文老师 哎呦 我看 我告诉你 马营举也同样 马营举很坏分的 跟我同学 不是同学 没同样 但是同那一回 他是保障 我是科长的 我人科长的时候 我那一回好像有串 九百个科 自己疑惯 九百个的孩子 在美丽业 分24班 我算是比较算就算不了 九百个 变14班 一班都四五十个 哪有我多变24班 我那是什么 很多都是 都是中国的 都不用客户 马营举的高预 三户没几乎 数学四十八分 不能保护 所以他很差 你看他现在看台湾的经济 偷偷偷 他不要数学了 哇一加一等于多少 他不一定 不一定知道 他的哈佛是怎样 他说台大的法律室嘛 其实他扣掉就是 丹冈 加分 台大法律室啦 全台大法律室的人 只有一个人 没扣掉律师啦 名字叫做马营举 他说马营举 全哈佛 特效法律的人 只有一个人没扣掉 美国的律师啦 名字叫做马营举 所以他有什么 只在那边 这地方的台湾 你是 狗狗狗狗 你没法看我才不懂 你再证一下 马营举 马营举 今天我没跟你骗 他老婆那时候是国民董的什么 台北市董博的什么主委 哇那时候很大的 所以他才能很顺利 去设高利 像这种马营举的人 三流的人 来你通理我这一流的 很不甘烦的 我讲一讲实在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现在设的这个国序法 别说马营举 那些市长还要勉弃 和美国的 国防部 他们的地口的人 现在就要问我们 建政法在里面 什么叫建政法 所谓战争法就是 海牙地势公约 日内法和平公约 红十字会有关战争的部分 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例 和美国陆军总署的 野战手册三千几条 合法的 叫做 战争法 只要听 你只要听这你就设高公约了 那都原文的 其实 我去设高公约 不是我的本意 我的本意 也没有说 很偉大说要去救台湾 我那时候去日本设高公约是因为 李永远他跟他说 林逊你设高公约 你设高公约的 你不要将 战争的问题 放在台湾里面 我说 人家 战争法 人家 台湾的地位 人家 黄教堂 和丹阳寺 都 研究得很好啊 怎么就不过了 他说没了没了 你战争法 放在那里面 丹阳寺 到现在也要跟你说 台湾 经过 总统 总统的选举以后 自然 慢慢的演变为 主权独立的国家 有吗 我以前也很相信这个 罗外我发现说 夭壽 总统选去就会让变作 主权独立的国家 全世界没这个东西 全世界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 路边我将建议我 放在里面 在台湾 台湾 卡卡式式 卡卡式式 是完全 和过去 国民党那里 不一样 所以 所以 今天 我们台湾人 纯这条路而已 只有剩下这条路 用法律 来让我们台湾 走出我们台湾应该走的路 所以台湾民政府三个主党 刚刚总理有给各位说 第一 我们要遵照国际法 这个国际法是什么 万国公法 就像和平条约 这是国际法 千万要他记得 不是台湾关系法 你知道台湾关系法来里 说的台湾人是什么 The people on 台湾 古金山河平 跟上海公报说的台湾人是什么 The people of 台湾 只说这两个英语 你就回去了 你只看了 The people of 台湾 翻页做汉文的孙叫什么 台湾人 The people on 台湾 翻页做汉文的孙叫什么 台湾人 两个都是台湾人 其实这两个台湾人是不一样的 The people of 台湾 就是1895年 1845年 1945年 9月2号 签那个投降书 那个时点 住在台湾这些地方的人 跟他的后代 The people of 台湾 The people of 台湾是什么 流氓在台湾的中国人 加上烂 这样叫做The people of 台湾 不一样 你看欧巴马总统 每一次 总统台湾的流氓政府的总统 在住院的时候 他给你赫电 赫电的里面 要看外面 The people of 台湾跟The people of 台湾 都在上面 为什么 不一样 所以这边美国的国民的国风波 不是国民 国民对我们是很爱的 我先跟你说 国民的对口单位是什么 AIT 所以我从来很讨厌AIT 但是我可以跟国民 说一个事情给你知道 AIT那些人 本来如果在美国的行政官员里面 分了五集 AIT 现在是最后一集 没人要来 但是到今年的年纪 那些人会都把他换掉 会换美国的第一集的人 来台湾 这里面拍手 还是你听不懂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过来台湾的地位 要恢复正常 所以美国也要改变 对我们台湾的做法 还有一个消息 美国最近不是说 美牛的事情 美国的商业部的次长说要来台湾有吗 出销 好兄 让他抗议啊 你美国不是 不可以跟中华民国接住 你竟然要派 他的商务部的次长 要来台湾 要来台湾做什么 美牛要做什么 他中华民国是在王政府 他不需要给你买 别买他嘛 我们总理有说啊 我们如果民政府一定告诉他 你要卖给我没有瘦肉精的 要买多少 老百姓能够同意的我都同意 就好了嘛 那不是 他说什么 商场是 看你的 价格问题嘛 要一次一次啊 你如果没有瘦肉精的牛肉 你要买越多 台湾人民如果买买 有何不可 有什么不对 所以 中华民国它造成什么 繁美 因为我们现在在抗认美国 它繁美 我们派人去日本 他现在在反日 他是没跟你说而已 你知道他香港 北京大学的高修 孔庆东 这个小孩怎么说而已 香港人不是人 台湾人更不是人 不如狗啦 香港人不如狗 台湾人不是人 因为 有一小错人 要跟日本统一啦 小错人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台湾民政府啦 拍手啦 欢喜啦 这表是什么 中国已经都知道了啦 我们150个去拜建国神社啊 他都不敢发表啦 李定徽一个去拜 布置加年大批 台湾的主席 叫做 苏 苏晋共 带四个人去建国神社 布置加年大批 他电 我们台湾民政府 当当年人 派150个去拜 你有看到吗 点点啦 中华人民共 点点啦 中华民共也点点啦 很简单嘛 我们现主席 我们这个做法是政策的嘛 阿姨他怎么会外卜 布置加年我们台湾人 会了解会去想嘛 奇怪 这150个打他打他 不会啦 不用烦恼啦 你看看 11月 台湾人 出那么多钱 日本人也怕得到 有一个事情我很感动的就是说 我们看到11月的时候 帝洞 大帝洞以后 日本人 不唱 去那个超商拜堆 拜堆买 我告诉你 有人感动要死 他败不到嘛 他不要去唱 是 这种的情形 你台湾人 你跟他拍手 你不记得 1945年 8月15 投行的时候 台湾人的表现 跟那个日本人 一模一样 全世界 全世界会怕到 为1945年 8月15开始 一直到 中华美国 部队要进来台湾 这个 六十几天啊 台湾人啊 没犯罪啦 犯罪率是零啦 跟现主持三月的日本 一模一样 台湾人自己不知道 那当初 全世界也怕到 台湾人这么修法 所以今天 台湾就要 回合到 那个时候 同样的情形 同样的 台湾来 行为才对 不能去 中国的文化 什么叫中国的文化 腐败 碰烹 詐欺 贪污 自己好就好 以前的台湾人真好 我希望说 民政府后来 也要同样 所以在座国家 可以说 百分之百 都会变成台湾民政府的 行政官员 当然这个行政官员 还要收分 还要一个高级的收分 所以我今天可以 先跟各位说三月切斗 还有三天 最后的 一帖子的 高级官员的收分 你如果 觉得你自己 愿意 而且你自己 你自己 愿意 投入民政府 里面 你要来收 高级官员的 受讯 就是 后礼拜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到八点七点钟开始吃早餐 八点钟开始上课 一直到晚上 我们有一个讨论会 所以明天就很厉害 各位 不能缺席 礼拜天 礼拜天下午三点半 我们要拍照 你上整宝 最重要的那些拍照 那头要 照出来 我们这个商品 都要给美国 美国 美国 我们在 第二届 跟 第21届 CIE似乎有派人来 参加 这次 这次就没了 但是他们来参加的时候 我们都不能说 因为参加是 看我们有 投资模国 最后50分钟 40分钟就下个 所以我们最后 一定要照整个 因为你没看到 这是 现场实况转播 全世界都看得到 所以我跟您说 你三天 坐的位置 都要固定 不要再刷来刷去 今天 会上去到这里 祝各位 晚安 谢谢 起立 起立 谢谢